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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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愿丑顺 己有秉饮 这个八字来说 他是生强 又生就是旺 那要怎么发财 那注水边有没有用 注水边有没有用 不知道 很多人就是什么 身强 认财官 所以他认为他身强 所以可以用水 就是财 可以做财 基本上我们先看这个八字的一个特点 我们有看到就是说 天该与庚与合 只剩下两柄火 一个地支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他假如没有这个荧幕 就只有单单一个的话 他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是不是连带丑土 他本身也会受伤 所以这时候再一个荧幕来 怎样 会伤得更重 所以他本命 就已经有日主受克的现象 其实基本上日主受克不能够说是什么生强 以严格来讲 在五行派里面 他就是一个要救他的一个八字 所以来说的话 你看木跟土之间 我们一般还是一样 会以用神是火 用神火来通 用神火来通 所以来说这个八字 反而不太可能用水 但是其实这个八字 在时间上用水是有效的 什么叫在时间上 就是说像今年奇亥 我们就知道引害一合 他日主就不会被克 然后就土生金 财运会强起来 明年职丑一合 所以木头克不到 克不到丑土 所以也可以出现就是脱困的一种现象 这在时间上是可以的 时间上是可以的 就是说在质跟亥是可以的 可是你天干其实基本上就不行 因为天干 你用热水丙火会受伤 那因为受伤来讲的话 他出的问题可能就是房子 妈妈这一些的问题 所以来说要区分一下天干跟地支 能不能够用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的用神我们一般会与火 会比较好 你说水也勉强可以 因为不管哪一个水进来都还算不错 可是天干就比较不适合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起来 我好像很强 强食了 结果到最后 妈妈搞出来怎么会是一个受克的一种情况 会是一个受克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的跟你实际上排列出来的 是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就会碰到像这一种 那来说很多客人甚至都会一些八字 结果一讲出来他整个都傻眼 但是实际上为什么会这样 还是回归到实物的批命 不是说在单讲理论 所以回归到一个实际批命的时候 他发现到就是说 怎么会是这一种状况 所以住海边有没有效 其实基本上 以我来讲的话 我一定 大致上还是叫他用火 而不太会用水 不太会用水 所以住水边也没有用 住海边也没有用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用 但是我们会叫他住比较热的地方 大量的用火 因为木来生火火来生土 他的一个金才有机会活起来 你要不要解 他的土有活起来的时候 他的金才有机会作用 他的连日主受克的一大堆财要干嘛 就等同没有效 而且他八字没有财就要以食商当财 所以各位不要看到说 这个食商债他就有钱没有 而是要先看他日主 他日主已经受伤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食商的作用又不在 所以只要他的食商作用在的话 日主不会受伤 他可能就可以赚钱 但是他现在就是食商在 但是他日主依然受伤 所以他的一个状况就是日主受克 我一般就会用硬的方式去调整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友人再见 拜拜